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菲 前幾天呢 我在看著我手機的時候 突然就Gmail 就划了非常多信件出來 然後滑著滑著 我在看誰寄郵件給我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非常好奇 到底是誰發明了電子郵件這種東西呢 那我就去查了一下資料 才發現原來電子郵件已經存在半個世紀了 但到底是誰發明電子郵件這個東西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電子郵件系統 誕生在1965年是MIT發明的 但這個MIT不是Made in Taiwan喔 是麻省理工學院所開發的一款 叫做Mailbox的電子郵件系統 但是跟大家目前所熟知的電郵 不同的是 它只能在同一台電腦上面使用 如果你不了解電腦的發展歷史 那你聽到這裡可能會覺得比較困惑 但事實上 在1960年代呢 電腦不像今天那麼容易取得 當時每一台大型的電腦上面 都有超過100位的使用者 每一個使用者都要從它的亞中端上面 通過自己的辦公桌面 連接到大型的計算機上 這就好比一台主機 連了100多個螢幕 因此在Tomblinson做出革新之前 電子郵件就只能將消息發送給在 同一台計算機上的不同螢幕 也就是只能傳訊息給使用 同一台主機的100多個人而已 這樣局限性就非常的高 接下來就是改變這個狀況的男人 也就是我們現在使用電子郵件的發明人 Tomblinson Tomblinson的全名是Ray Tomlinson 他被尊稱為電子郵件之父 至於他為什麼會發明電子郵件 這個東西呢 這就跟他的工作有關了 他是在BBN科技公司上班 這家公司是間高科技公司 並且是美國的國防承包商 Tomblinson在這間公司負責的是 Apparnet的相關工作 這個Apparnet 簡寫叫APA網 那中文翻得比較學術一點 叫做高等研究計劃屬網路 是全球網際網路的前身 他是美國軍事機構 當初為了交流訊息所建立起來的系統 這相當於電子郵件的前身 作為負責APA網的其中一員 Tomblinson 對電子郵件自然就有比較好理解 在1971年的時候 他在鍵盤上選擇了我們的小老鼠 也就是at作為計算機之間發送信息的標誌 那他也發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封真正意義上的電子郵件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 他發出的第一封電子郵件到底是什麼呢 給各位三秒鐘看看他的內容 3 2 1 那他當初發出去的第一封電子郵件內容是QWERTYUIOP 有沒有覺得很眼熟呢 大家可以打一次看看就知道為什麼了 那根據Tomblinson的說法 是他當初只是想測試看看 可不可以把郵件真的傳送到另外一台主機上 但沒想到因此變成了第一封電子郵件 他自己也是蠻意外的 附帶一體 中國第一封電子郵件 是在1987年的9月20號 從中國兵器工業計算機應用技術研究所傳出去的 他的內容是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翻成中文就是 越過長城走向世界 雖然也很簡短 但卻可以看出中國想要引介國際化 真正的走向世界 那儘管中國經濟發展的確是真正日上 目前已經成為了 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目前電子郵件傳進中國 卻依然會經過一層網路的檢驗 網路方面反而沒有當初那麼開放了 那今天的電子郵件起源介紹 就介紹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